大家好,歡迎收看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來自 AWS Solution Architect Jason Wang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SoftShare 的技術長蔡敏哲 敏哲你好 傑森你好 敏哲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SoftShare 是一個怎樣的公司 以及他提供怎樣的服務給他的客戶呢 OK,我們 SoftShare 是一家 以物電網為核心項目的雲端軟體公司 主要提供軟體與硬體整合的解決方案 幫助許多客戶在不熟悉 AWS IoT 的情況下 透過我們的 SaaS 產品 然後經過自動化部署的流程 他就可以快速去建構他自己的雲端架構 OK,所以聽起來像是透過你們的技術跟服務 能夠幫助客戶很快的建構一個 AWS IoT 的應用系統 沒錯 我知道 IoT 的系統其實還蠻複雜的 有時候可能遇到憑證管理、設備管理 或者是一些 security 的問題 那你們的技術怎樣幫助客戶簡化這些困難呢 我們目前在市場上遇到的困難 其實大多數是發在我們的客戶身上 那客戶大概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來做說明 那第一種是傳統的硬體製造商 那他想要藉由物電網的優勢 來做一個升級轉型的動作 但是他們其實對於雲端的技術是非常陌生的 那我們的產品能夠幫助他把雲端的部分建構起來 他只要專注在他的硬體上的開發升級 那比方說他可能就是開發他的韌體的部分 然後來達到可以讓設備連線到 IoT 的一個情況下 他就可以完成他的建制 所以聽起來像是硬體廠商想要進到 IoT 的雲世界 那透過你們的協助跟幫忙 他可以專注在本業上的韌體的開發 跟設備的應用系統的開發 直接將這些資料傳送到雲上面來使用 沒錯 那第二種類型呢 第二種是因為物電網的這個新其他商業模式 那他可能就是譬如說他想要去做人員管理 那他可能透過智慧型電表 加上機器學習來達到節約人員的效果 但是他們其實對於軟體與硬體其實都是 也算是陌生 那我們社群也有提供 已經整合好 AWS IoT 的硬體 那再搭配對應的軟體 去做一個建制 那完成之後 他就可以把時間加速在他自己的商業發展上 所以第二種看起來更高階了 你們已經完成了 IoT 的應用系統 所以對客戶來講 只需要將他的資料透過你們的技術 上傳到這個 IoT 的應用系統當中 他可以專注在這些資料的分析 後後面的商業價值的應用 沒錯 這邊有一張架構圖 可以跟我們稍微說明一下你們的系統運作的方式嗎 我們的整個系統架構 用了非常多 CloudFormation 這項技術 那在軟體上開發上來說 我們把 Service Application Repository 這項服務 做一個模組化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在中間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屬於客戶的 AWS 帳號 那我們透過 CloudFormation 這項服務 我們將 IoT 相關的服務 直接部署在他的帳號內 那在硬體端的部分 我們的 Gateway 整合了規規四項軟體 那他可以將地面端的一些設備 收集上來 那透過 IoT Core 這裡 那再經過 Roast Engine 將資料 傳放到達到 DB 中 OK 那接著他可能會需要建構他的網頁 或者是他的手機端的應用 那我們透過 Koneto 這項服務 來做一個會員登錄 或是像註冊的一些應用 那他完成這部分之後 他再透過 API Gateway 做一個存取 那他再透過 Lambda Function 把 DownDB 的資料撈取出來後 呈現在他的客戶端介面上 那另外一部分是他也可以透過 IoT Core 這邊做一個 MQTT 的連線 那他就可以將設備 送上來的即時資料 做一個即時的呈現 或者是透過 IoT 的 Shadow 來做設備的控制 在這個價格當中 其實我看到兩個很有趣的點 第一個是 我看到這個整個環境 基本上開通完之後 還是在客戶的 Account 底下 所以這個所有的環境 都是在客戶的控制底下 所以客戶原來擔心的 這個所謂資訊安全的部分 其實不存在 因為都在他自己的 Control 底下 沒錯 第二個是我看到 其實用到非常多 有關 Serverless 這樣的架構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樣的一個架構 在 IoT 的應用當中的優點是什麼 OK 我們在 IoT 的應用裡面 最常遇到一個問題 是在於客戶的設備數量 其實是以 One 為單位做計算的 那在這麼龐大的一個 連線數量上來說 我們主要考量的是 微運的部分跟成本的考量 那微運的部分 因為其實最需要考慮的是 Auto Scaling 以及 Low Balance 的部分 那 Serverless 整個的服務 它是建構在 AWS 的基礎服務上 所以我們不用去擔心說 我們該怎麼去實踐這一段 我們只需要專心在上面的開發 然後應用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部分是成本的部分 在營運的初期來說 設備還不是非常大量連線上來的時候 那整個的費用來說 其實是非常低的 因為 Serverless 整個的服務 大多數是以使用次數來做計費 所以一開始用的少 當然就會比較便宜 那到了後期就是設備已經都 已經幾乎都已經建置完成 都上線了 那這時候我們 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是使用 Server 基本的 Server這種架構來去做建置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費用會是比較高的 那 Serverless 的話是相對非常便宜的 所以 IoT 的應用來說 Serverless 這樣的一個架構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看得出來透過 Serverless 這樣的架構 你達到了所謂的架構 跟成本的彈性 然後非常合適 所謂 IoT 這種大設備 上上下下的一個狀況 是的 最後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 IoT 的應用場景非常多 那在你們的經驗當中 你們目前比較常遇到的客戶的使用場景 大概會是哪些呢 OK 我們最常見的應用 是在人員管理方面 那我們以一個錄燈管理系統為例 來做說明 那我們一樣透過 Gran-Grasse Gateway 的方式 來將地面端的錄燈 或是一些環境監控的設備 將它的資料收集上云 那接著我們透過一些分析的服務 比方說像 IoT Analytics 這樣的服務 或者是在 本訊能力方面是 Search Maker 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將收集上來的數據 做一個分析 比方說我們可以知道說 某個區域的錄燈 他因為當地的一些空氣數值的變化 然後去預測到他可能 錄燈即將會有問題 那他就可以讓公班在發生問題之前 盡早的進去做一個更換 或是維修的動作 那就可以確保整個 這個物源網的服務 它的品質是比較好的 ok 好 那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未來要建構一個 智慧程式的 IoT 應用系統 其實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是的 ok 今天聽到非常多 IoT 的一個應用 跟經驗的分享 謝謝敏哲 謝謝Jason 也謝謝大家收看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